看,已经换了 大家好,我是三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个频道主要分享关于如何正确使用MacBook跟iPhone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欢迎你订阅和关注三浩TV 所以我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更改这个Login Page的Background 其实不难,不过它有一定的危险 所以我需要你做一些事情 第一,就是一定要100%Follow我接下来讲的step 第二,你的MacOS需要是MalesKaterina 之前的Males,MalesHiSiri和MalesMahawi 或者之后的MalesBeatServe是不一样的setting 第三,就是你要跟着我输入的那些command 是全部一模一样,大小写都一样,空格也是一样 当然你不用担心,等下你看不清楚那个screen是写什么 或者是你怕你超错 因为我会把这些所有的command放在说明文或者是我的留言栏里 最后呢,为了安全,我希望你可以先backup好你自己的重要文件 所准备好了过后呢,我们就开始了 首先呢,我们先需要restart我们的这个MacBook 点击左上角的这个Macicon 然后选择重启 或者是关机都可以 启动的时候,我们就按command加out 同一个时间按 一直到这个页面过后呢,就可以放开来了 这是我们的recovery mode 如果你超过一个account的话呢,你要选哦 看你要选择哪一个account 点击它,然后按 next 然后再输入password 到这个页面过后呢,我们就要按utility 然后按terminal 这里呢,我们需要输入一些代码 这个代码你不用担心 我之后会放在我的那个说明文里面 或者是留言栏哦 大家可以检查一下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哦,它其实是enable了的 那么现在我们让它disable 那么现在它已经disable了 所以我们现在又要restart多一次我们的MacBook 然后点击这个苹果logo 然后按restart 这个我们什么都不要按,我们就可以直接等到 进入我们那个login的页面 这是刚刚我选择的account 这个background是一个导 进入这个页面过后呢,我们就按command space 然后输入terminal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输入几个command哦 首先第2个command 我们照样要确确这个security是不是开启的 然后现在呢,我们要输入第2个command 然后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dis1s5 这个呢,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要怎样查找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按 command space 然后选择dis utility app 然后呢,我们这边会有三个dis 首先呢,这边呢,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有些可能是有两个,有些人可能一个,有些人会有几个以上 那么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要管它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dis 怎样只知道它是不是主要的呢,你可以看 这边有三个我给你们看它的不同哦 首先这个,它是写deft data 然后这个就肯定不是我们的了 然后这个是ammon,ammon的话是我自己私人的东西,这个也可以不用管它 然后这个呢,它是 Maxitum HD 这可能每个人的名字都不一样哦 不过你只要注意到,它是这个就可以了 有个mail什么什么版本的 我们就可以看下面这边有个叫做设备的东西 dis ex5 又或者是,你就在这边 right click 然后选择显示简介 我们可以在这个 BSD 设备节点这边看到这个dis ex5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根据你自己的来换哦 然后就要enter 这里呢,我们就输入password 就是你login这个account的password 输入完后呢 我们现在要输入第3个command 设备节点 QoFinder呢,我上网找了一下 它其实是 把整个folder做一个 做一个很大的refresh 如果你是 你的 电脑有些hang啊,或者是finder 按没有反应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QoFinder 其实是蛮好用的 然后再按enter 现在还是做一个refresh 看到吗,它刚才有 不见了,然后它再开起了一次 现在呢,我们就要 设定我们自己要的那 Log on the background 要去哪里override掉它呢 其实很简单哦 所以我们按了这个finder过后 然后我们按前往 然后再选择电脑 如果你要再帅气一点的话 你可以按 command shift c 就可以了 按了过后呢,我们再 照样的,我们选择这个 刚才我们换的那个disk 同一个名字啊 Masitem HD 点击进去 然后选择系统 然后再选择资料库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选择 Desktop picture 按低就可以找到了 然后它在旁边 点击进去,这里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 背景的 照片了 当然 我们现在要找 这个 我们Log On Backout的最主要的照片 那就是 Catarina HCIC 大家先要做一个backout 所以我的做法呢,通常都是会 按 Cmd C Cmd B 这个照片呢,是我要拿来换的 我就copy这个名字 到我们的那个照片那边 对准这个照片 同样的按 Cmd A Cmd B 有了过后 我们按Cmd C 再把这个字到我们的 Desktop picture这边 Cmd B 因为它找到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名字 所以就要问你 保持停止或者是替换 直接按替换 所以我已经把这个照片 overline过来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 测试有没有 我们可以按这个 Mac logo 然后按 锁定荧幕 你看到它还没有换对吗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你这边呢,可以做的就是 Restart 你的电脑或者是 切换用户 你看已经换了 最后最后做完这些东西过后啊 大家就要把这个 Security 调回来哦 把那个 从 Disable 变成 Eleable 就跟我们该做的 第一个step 是一模一样的 以上就是这个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改变这个 Login Page的 Background 如果这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也许有他们 正在需要这样子的资讯 那么我是3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